19号共机再度越过海峡中线 我方第一时间北部基地派出IDF进行广播驱离 不料其中的一组竟然遭到6架共机 在海峡中线区域遭到反包夹 对此没否认知强调试射军事不予评论 但专家研判应该是通过纵身上下夹起 而我方战管第一时间也立刻要求 IDF透过向北向南等逆势方向进行战术脱离 解放军战机飞行员直接回应没有海峡中线